很高興邀請王建民來到彰化做這個攝影展 他的攝影的東西真的就是他生活中的每一部分 那今天來到這邊剛才 那黃錦璋董事長也是我們的贊助商 這意思是說他要把它買回去 然後加碼就等於說捐出錢來 但如果建民同意的話 我們就把拳捐到彰化的一些弱勢團體 很開心那個Be Heroes王建民的攝影站可以來到彰化 Be Heroes這個品牌 除了他們的專長 他們把訓練營他們厲害的不管是各種運動項目 傳遞給年輕的這些學子之外 就像我們之前在彰化也有辦訓練營 那今年我們會希望多加入攝影展 就是因為我們希望把運動員不同的一個面貌 呈現給我們所有台灣的球迷朋友 因為就是只有南跟北沒有中 所以這次也是因為我們每年都會在這邊辦那個 Be Heroes訓練營 然後想要剛好說我也在這邊 然後可以辦在這邊 也謝謝議長還有副縣長的支持 這機會真的很不容易 對啊 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來這邊 來觀賞這些照片 我小時候看王家 打球長大 然後現在突然間出現在我的身旁 我覺得很不適應 對啊 從小的偶像 怎麼現在出現在我的旁邊 然後我還跟著他 剛剛去看了很多他的這些攝影展 然後我覺得還滿不可思議的 像剛剛那個企鵝啦 或者是那個大象的那一種圖畫的話 我覺得那個拍的就滿生動的 之前其實就有聽聞說 神敗就是又有攝影師快樂 又有在玩娛樂這樣 然後今天看到就是 就是稍微走了一下就是 滿正經的 就是比我想像中還要專業這樣 我知道神敗會拍照拍得那麼好 你拍照 然後今天來了你就發現 神敗拍照都拍得很好拍 這個 100分 100分 如果他們兩個也想跟你一樣 當一個成功的攝影師 想拿起相機的話 第一步要怎樣做 為什麼先給他們兩個第一步啊 買相機 啊